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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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功名哥哥 贤弟啊 师父 这就是您说的锦阳岗上 打火英雄武松武二郎 快给我兄弟备身干净衣服 把火盆点起来 快 开屋里去 来来来 你真是送功名哥哥 快走 哥哥 刚才兄弟都有冒犯 请哥哥恕罪 你我兄弟何必如此多礼 那不行 有错必罚 这也是我武松一贯的规矩 我兄弟久还未醒 罚不罚的以后再说 先起来说话 那哥哥 一定要记下这笔账 好 记下记下 来 起来 来 坐 哥哥 哥哥 你为何会在此处啊 那日与贤弟已别 我便前往了江州 途经此处蒙孔太公后爱 邀到庄上小住几日 刚才与你私打的是他的小儿子 叫孔亮 人称毒火星 这位是他的大儿子 人称毛头星孔明 他俩从小喜欢枪棒 我来了之后也点拨一二 我哪懂得枪棒 主要是教他们武德 我这两日正要去清风寨 不想在此却碰到了贤弟 不知贤弟 如今为何这般打扮 哥哥有所不知 自从那日与哥哥一别 我便在景阳港 就最后打死大冲 送到了杨谷县 承蒙直仙大人抬举 便提升我做了督头 如今落到这一步天地 祖家亲戚一个都没了 你别无去处 正准备前往二龙山落草 也落得逍遥快活 人这一辈子不就图个快活吗 说得也是啊 我兄弟心胸广阔 向来有气量 那我就做个调解 你二人 我兄弟二人 永远不识泰山 万望恕罪 这孔明是为兄弟帮忙 是情义 我佩服 可我平生 最恨那些持强凌弱之人 这孔亮调解不得 孔亮为何调解不得 他在路边酒店欺负那家店主任 告诉别人连酒肉都不敢卖 却被他留着 哥哥你笑笑吗 五二哥 我不是欺负人的人 那店主他是 那店主人就是被你欺负的 连屁都不敢放 我帮他出去 他回过头来怪我 就是怕他回过头 再去找他麻烦 我哪敢找他麻烦呢 我敬他还来不及呢 哪敢有他念呀 哥哥有所不至 我在那边要肉吃没肉吃 要酒喝没酒喝 可他们一去呢 好酒好肉 摆了满满一壮 要不是他欺负人 偏偏不卖我 去给他呀 哥哥既然这样说 请哥哥责罚小弟 好了 兄弟啊 我看这个事就此各项 不要再提他了 不行 好 凡事 必有个说到 那贤弟想怎么办 叫他 给那店主人道个箭 大郎 去把店主人请到这里来 好 起来吧 来 你可是刚才那个店主人 正是啊 为何如此打扮 我原本就是这身打扮呢 哥哥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贤弟啊 这位店主人就是孔太公 这是我的贤弟 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酒养 酒养啊 爹 今日在酒店多有得罪 还姓恕罪啊 你 你 武都头不要奇怪 老夫是不愿待在家里闲着 所以就独自开了一间小店 不图赚钱 只是图个自在 孔太公 真是奇人 武松 得罪了 武都头 不必多礼 今天之事也怪老朽 原本是想多留宋公明些日子 可他几番执意要走 我们也只好作罢 这不 今天我家二郎特意请了几位朋友 在一起商量为公明送行的事 不料正赶上武都头前来打监 无奈酒店甚小 不曾多备酒肉 自然不能卖 都头莫怪 都怪我 怪我太莽撞了 不 兄弟快起来 都头得罪 别怪我 哥哥言重了 小弟也有无事 都是一家人 不打不成交 来 咱们后堂吃酒去 对 吃酒去 公明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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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酒 走走走走走 贤弟今后有何打算 白天跟哥哥说了 那菜园子张青呢 要投靠二龙山 招鲁之身哥哥 他随后也会上山入火 也好 不瞒你说 我家里近日也是书信不断 清风寨债主小李广花荣 也要我去他家里 讨扰几日 要不是天气阴晴不定 早就动身了 这里离清风寨不远 不如贤弟随我一同前往 哥哥的好意 我心领了 咱们再说 太靠了 爹 我 这就跌倒了 自己的 座 儿子 那还有空老太空一家 还有花枝寨 哥哥 你就让我上二龙山吧 要 待日后 宋江寻得个好去处 一定来寻兄弟 好啊 一言没叠 好啊 好啊 只怕自从你走后 铁石子一股灰身绣 夜风吹头小旋虫 星星月亮全边收 只怕自从你走后 心里独立太难受 牵挖月月又念念 无面半袖又一袖 两坑 拔工 少女满 哥 阿姬 花间一壶酒 星雀连生交 黄钩琴声吼 如桥星流水 蓝天大日 走 走 快点 快来 快来 这边 往上往上 往上 大王们正在喝酒 等喝足幸事 咱们再把他请过来 我们几个去磨刀 等大王来了就杀了他 我遇到一帮杀人不扎眼的土匪了 大王到 海尔曼 哪里抓了个探子 报告大夫 海尔曼正在后山浮路 大夫大夫大夫 你们就不要真功抢过了 每个人都有赏 好 好 杀过存留 全有你们 我看 只是 我不是个探子 一会便叫你认了 你看什么 我看看 今天我要死在什么人手里 他有点男儿本色 不像个官军 二代王 三代王到 大王 大王 两位兄弟来得正好 海尔曼 海尔曼 抓了一个探子 好啊 真好啊 海尔曼 好啊 干得好 这丝看上去 体态健硕 定是下酒的好菜呀 来呀 把这丝的心肝挖出来 做上三碗醒酒的汤 如何呀 好 好 好 今天是难逃一死了 且不可施了气节 你这探子 想死吗 谁活着想死啊 只要你认了自己是探子 来这里探什么 哪家军官叫你来的 就不把你给剁了 做醒酒汤 认了也是死 不认也是死 终归是一死啊 想不到 我宋江 今天却死在了这里 吃饭 走开 走开 刚才他说什么 这次说 可惜我宋江今天死在这里 你说你是宋江 我就是宋江 你是哪里的宋江 我是济州运城 做牙司的宋江 你就是山东吉时与宋公明 宋江吗 正是 快 宋江子 快 快点 来来来来 快 慢点慢点 慢 慢 慢慢慢 哥哥哥 哥哥 真是天性啊 哥哥自己说出大名来 就闻德仙兄仗义输财 济困福威的大名 只恨缘分浅薄 不能败实尊严 今日上天让我们如此相会 命令造化 命令造化 造化 造化 宋江 不受你们的拜 这 二等不问青红造白 不分善恶 只管取人心肝 你们到底是人 还是魔鬼 都是你的短腿丝 每次捉了人都喊着做什么行酒汤 吓唬人 如今气怀了哥哥 让哥哥把我们当做痴心的妖魔 放屁 老子啥时候做过行酒汤了 这不就是吓不吓唬人吗 再者说了 吓唬官军的时候 你们两个也未曾拦着 这 这 哥哥 俺真没做过行酒汤 这 俺若做过 那天打五雷劈 让俺娶不着媳妇 哥哥 我们可不是毛泽燕 哥哥去打听 我们可都是好汉 我就是金毛虎燕顺 我这位兄弟 是白面郎君郑天秀 这位矮子 就是矮胶虎黄英啊 是啊 是啊 宋江曾听闻过三位的名号 江湖上都说三位是英雄好汉哪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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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上座上座上座 哥哥上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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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上座上座 上座白酒 请拿好吃 是 快去 快点去 来 哥哥哥 请 哥哥请上座 哥哥请上座 一定请上座 哥哥请 请请请 请坐 诸位兄弟请坐 好好好 坐来来来 坐坐 来 今天这桌酒席专为哥哥而设 刚才多有得罪 还望哥哥数岁啊 哪里哪里 哥哥 俺可真的没做过什么醒酒汤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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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王莹啊 站起来与哥哥说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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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哥哥面前真敢坐着讲话 不 啊 你这不是站着呢吗 嘿 哥哥哪里看到你是坐着还是站着 赶紧上椅子上去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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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身材也不高大 但是气节了得 是啊 来来来 俺们兄弟三个敬你一杯 来来 干 放 莫要慌张 莫要慌张 蒋来 报尔代王大陆上发现一层轿子 七八人跟着 有四五个军汉 他们向山上走来 像是腊月上坟的 要去坟团画纸 轿子 可曾看清轿中何人哪 想得离得远 看不真情 笨蛋 但是一起看上去像个美人 果真是个美人 美人 你们丢了我的夫人还敢回来 刘志志 我们祖宫才七八个人 他们却有三四十人 实在是敌不过呀 我们抬着夫人就跑 却敌不过他们空手追 被打散了 你放屁 要不把夫人给我找回来 我把你们全部下劳问罪 你马上带二三十人 把夫人给我夺回来 是 向着遵命 快去 快去 去呀 快去 报告大王 二头领从山下勤的一位 进山上坟的妇人 护送的七八个军汉和随从 都被打跑了 可有什么财物吗 只有一个银香盒 没有其他财物 那那个女人被抬到哪里去了 二头领把她抬到自己的房中去了 我这个兄弟啊 就好这口 王英兄弟贪好女色 这可不是好汉应该做得够大 哥 我这个兄弟啊 什么都好 行侠仗义本是过人 只不过就这些毛病嘛 是啊 小人以为这个毛病不可放纵 多少英雄好汉都是摆在这个上面 我想去劝阻他 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大哥既如此 我们现在就去 好 大哥 抱抱 你娘不怕 你看 你梦 大 qqs 5 蛋 谁呢 出anya 平日里做这种事情 你们也不管 今日为何灰案的好事 王英兄弟 在这种节骨眼上 我等闯入多有不妥 还望兄弟嗅咬怪罪 你是谁家的宅卷哪 这天寒地冻的 却要上山来 有什么要紧事吗 待望万福 奴家是清风寨 寨主的魂家 母亲早年间去世 就埋在附近的山坡上 今日正是上坟画纸的祥识 特此来坟前烧纸 因为母亲的亡灵 奴家也知道锦山危险 可不得不记儿女的孝道 可不得不太好啊 靠大王垂就性命 看来也是一位尽孝道的好女子 刚才你说你是清风寨支寨的婚家 奴家正是 我正好要去投奔清风寨的花枝寨 不想就在这里遇到了嫂嫂 确实投花枉的 我且随意应答 或许还能有个活头 在此遇见叔叔 奴家就有救了 叔叔 快救救奴家吧 好 即使不是支寨夫人 宋江也会救你 谢谢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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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莹兄弟 哥哥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来出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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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兄弟 哥哥有个请求 不知你肯医吗 这说什么话 哥哥 有话但说无妨 但凡英雄好汉 犯了好色两个字 好生叫人耻笑 望贤弟今后还要自重一些 哥哥所言极是 兄弟以后一定要改正 但是 这个娘子 长得实在是十分的可爱 兄弟也无意与她轻薄呀 只愿与她做一对长久夫妻 贤弟啊 这夫人已为人妻 好歹也是朝廷命官的夫人 如何与你做长久夫妻啊 不如看在宋江的薄面上 行个江湖大义 让那夫人下山去 让他们夫妻团聚如何呀 哎呀 哥哥 看得好哥哥 你是有所不知啊 兄弟在这个山寨上 一向是没有压寨夫人 甚至显得孤单寂寞呀 况且 如今这个世上 已被这些官军搞得是乌烟瘴气 一塌糊涂 而且咱们这个山寨 常常受他们的干扰 对不对 哥哥不用管他们的事情 这样 哥哥就许了小弟这一回 就这一回 下回不敢了 贤弟啊 哥哥 可怜二哥孤身一人 也该娶个娘子了 对 更何况那夫人之说未必可信呢 哥哥你想想 支站夫人来上坟 却只有几个鸟人来护送 那支站一定也是个没爱心的 对对对对 哥哥 要俺说呀 你也别走了 就在咱们这儿当个大夫 俺看哪 强欲去什么花枝寨处 贤弟 若不肯放那女子 宋将今日就是死了 也要救她 哥哥 二哥你看看你 你看 哥哥快起 哥哥快起来 先帝想要个压寨夫人 日后跳个好的 总将愿纳财尽礼 取金山寨来服侍先帝 只是这个女子 是小人好友的妻子 你就做个人情 放了她吧 你真可为一个妇人 伤了兄弟的情意啊 哥哥原来如此人意 哥哥原来如此人意 兄弟怎敢不从 王英兄弟快快请起 安不及 除非哥哥带俺一件事情 兄弟请假 好 日后哥哥 定要为俺讨个老婆 好 我答应你 来 过身答应啊 哥哥 来了 快出来啊 谢过哥哥 谢谢大王 谢谢大王 不要谢我 我不是这里的山大王 我是运城县来的客人 你们就此下山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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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子 一路好走啊 说我走到山寨了 走啊 哇 你再走走啊 上去儿子 我叫他不行了 你在哪里 我要走快走办 Once you're in me 对市场 那帮贼妃 这我到山寨 听说我是智寨夫人 他们慌忙就拜我 便叫几个喽喽 送我下山 那几个可恶的喽喽 却把我扔在了这 我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 夫人 见了我们 夫人就放心吧 夫人 你就可怜一下 我们这帮兄弟 回去就跟相公说 是我们抢了夫人回来 也省得我们挨顿打 你们扔下我就跑 还想要我替你们求情 夫人大量 就饶了小的们吧 然后我们帮您当娘来宫 我有那么老吗 夫人大量 夫人饶命 夫人大量 夫人饶命 夫人大量啊 好吧 相公那儿 我自能应付 大量 快快快快 夫人 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要找你算账呢 算账 我叫你跟去 你确实有事不去 还只点了七八个人 却如何是他们的对手 我看你啊 是花了心了 故意把我送给那帮贼匪 你再去找好的 夫人啊 天地良心啊 哪知道这帮贼寇 连知债夫人也敢抢啊 他们掳我上了山寨 正要杀我呢 听我说呀 我是知债夫人 他们就不敢动我 还来拜我 这时候他们才敢来 把我抢夺了回来 好 今天大祸全胜 准备十滩酒 杀一口猪 犒劳大家伙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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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来 请请请 来 走走走 哥哥 哥哥 一路走好啊 三位兄弟请回吧 这一路走来 凡遇到好汉 无不与我结交 我宋将何德何能 能让他们这样待我 就这样落入草莽 我有岂能甘心 凡遇到好汉莽 凡请问一下 去青丰寨走那条路 四位 孕城客人 前来拜访花枝寨 烦请通报一下 进入大厨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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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荣兄弟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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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哥哥 这屈指寸来 与哥哥分别 也有五六年了 听说哥哥杀了颜婆夕 被官府四处追捕 小弟连连写了 十几封书信到贵庄问信 揭舞回音 我还以为 今生再也见不到哥哥了 十几封书信 岂来 广泽宋 已经是 小弟 是 孙 写了书信 烧到孔太公庄上 我这才略知一耳 因此 今日特来贤弟这里走一走 哥哥一人在外 不知如何度日 想来也是很难啊 不如就在小弟这里 住上数年 小弟也好 再次聆听哥哥的教诲 你少年才俊 就做了五支寨 何须再听我那些 虚言妄语 哥哥 您说的这是哪里话 我花容一身本事 还不是承蒙哥哥教诲 我不是跟哥哥说笑 小弟当支寨的时候 为保着一方水土平安 一壶紫语剑 一张画雕弓 搅拎了周围大小七八个山寨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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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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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豪 喲 吼 杀 不准备 啊 走 哎 贤弟啊 我路过青丰山的时候 被雁顺等人捉了去 却在山寨救了一位执寨夫人 不知是不是你家里的 不是 我夫人最近没出过来 哦 那就是刘执寨夫人了 大哥 没来由救那夫人做什么 正好灭了那死的口 已借我心头之恨 这却又从何说起 贤弟啊 即便是那刘治寨 也是贤弟的同料 那王爱虎一心要娶那妇人 做押寨夫人 是我一力救她下山 贤弟为何这般说 兄长有所不知啊 这清风寨 是青州最紧要的关口 以前小弟独自在此把守 远近强人也不敢来侵犯 后来 周府派那个刘高 来做文官政治寨 却只会压榨乡奸上户 破坏朝廷法度 他那个妇人 极其不嫌 挑拨丈夫 贪图贿赂 欺诈良民 小弟就常常受他的窝囊气 恨不得一刀宰了 和那个乌贼滥亲手 贤弟此言差矣 正所谓冤家一解不一解 你与那刘高本是同料 虽有些过节 也应该隐恶扬善 贤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免得伤了大丈夫的风度 兄长所言极实 只是这口恶气 小弟实在难以下咽 贤弟气量不要那么小 谨遵兄长教诲 来日宫崖内 见着刘志寨时 就对他讲过 救过他一家老小之事 贤弟这样说 卫兄就放心了 啊 愿你如山 江湖霍山 一座座 颜面成乌月 下一丝旧 浓宇宙 后那儿 一片情 闷于天天 人间 似水泊 青梦影 拦住梦的岸 天地 容世无作山 摘踪起似寒 属灵 人间 似水泊 青梦影 拦住梦的岸 天地 容世无作山 摘踪青丝 啊 兄弟 不梦愿 人间 似水泊 青梦影 拦住梦的岸 人间 似水泊 青梦影 拦住梦的岸 原来生能与你 一路相亲 原来生能与你 一路相亲 原来生能与你 一路相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